这全网唱诺言的话 确实还真就是郭尤才这个呢 最好听 你昨天我看海莱阿牧他也唱了诺言吗 那虽然说我也喜欢海莱阿牧跟他的一些歌了 但这时候诺言的话呢 我认为没有郭尤才好听 理由很简单嘛 海莱阿牧唱歌的时候 他这个技巧啊 用的多了一些 来个转音啊 来个高低音转换啊 反而破坏节奏了 这个歌呢 有一个奇怪的规律 就是说 你越是拿出专业歌手的那种唱强 去唱歌 反而越不容易 最大化这首歌原本的这个旋律 越而成度 你比方说 我再给你看一个专业歌手 原意也这么唱的 原意很多朋友都熟悉的 跟薛志健一样都是参加《我行我修》出道的嘛 后来还在这个歪记歌词里面当领唱 专业歌手 但你看他用传统歌手的流行歌手那种方式 这一场味道是不是受影响了 你就直接流行歌手 你就直接流唱的唱到底就行了 是你让我的心疯一天 去得一样自己 你也不行啊 不过那个专门 我这里的辩论 就一直在这种旋律 你能力的余泽 我还要想说 你以为你能力的佳泽 熄灭为爱点亮了灯火 一个破碎的缘破碎的美梦 又它有什么用 你看这样唱是不是就好听很多了 甚至这个歌你只要唱从原生态 哪怕副歌部分 你没有办法像郭友财那样冲上去 胖哥他在这个唱副歌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点降低的 没有暴冲 而个别致辞的话 他还做了调整了 不影响啊不影响整体还是好听的 因为原生态还在 没有过度的这个修饰 这就对了嘛 当然你会发现前面这两位非专业歌手 跟郭友财比呢 还是郭友财这个呢 他会更胜出一些 那最后一点插在那里了呢 两个字情感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画面 你看郭友财在这个唱歌的时候 副歌的时候 人是跪下去的 声嘶力竭在那里唱 从实用性角度来讲 人蹲下去呢 是容易把这个高音给提起来的 但他这么一蹲呢 一丝吼呢 脸上的这个青筋脖子 青筋啪一爆呢 然后再配合郭友财身上 像王宝强 肃先生一样 脏兮兮的这个衣服呢 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啊 一个男人面对困苦生活 使得那个无奈的沧桑感 瞬间就爆出来了 你关键这种气质里 从郭友财唱第一句歌词的时候 就一直存在啊 尤其对于我们这种 从农村出来的 然后也在这个社会上 吃过苦头的 看到过一些底层的 这个人静冷暖的普通人 看到这种演唱的话 我们是很难没有共鸣的 男人看了会理解 女人看了会心疼嘛 所以说你想 唱又唱得出类拔萃的好听 往时你还能够提供 巨大的情绪价值 这实际上就为这首歌的爆火呢 埋下了坚实的种子 换句话说 郭友财的这个诺言能活呢 你也别说全是什么贵人相助 别说什么抖音助推什么东西的 作品本身呢 也确实是过瘾 这歌被他整的呢 确实是相当之到位 你说呢 那些诺言能活呢